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女明星是光鲜亮丽的 但是呢很多人私下里并没有表面的那么高冷 难以接近 甚至大部分像是迷迷糊糊的小可爱 比如说迪六六八就是这样的一位小美女啦 娱乐圈中的美女可谓是数不胜数 也有很多的新疆美女演员 迪六六八可是大家公认的新疆四美之一 除了超高的颜值之外 她的身材也是令人羡慕不已 最近她的红毯活动可以说是惊艳全网 更有出圈的一位 但镜头前虽然是高冷大美女 但是私下就是小可爱啦 最近迪六八被拍到去芒果台录制综艺 身穿黑色小西装 高腰阔腿牛仔裤的她 看上去既干练又温柔 当她看见有摄像机拍她的时候 也微笑着冲镜头回首 毫不避讳地打着招呼 这一般亲切的模样谁看了不露人转粉呢 当晚录制结束后 迪六八和一行工作人员一起往门外走 大不留心的她怎么也想不到 接下来的一幕能让她瞬间实化 只见她昂首阔步地走着 却不料下一个抬脚的时候 鞋子竟然拥有了自己的想法 在空中来了一个旋转动作 再稳稳荡荡地落在她的脚边 迪六八瞬间有些蒙住了 拿着手机的手也跟着抬了起来 连自己都被这波操作给劲倒 大概愣了不到三秒 迪六八立刻反应过来 赶紧一脚伸进了鞋子里 速度之快 让身后的小助理想帮忙都不行啊 感到丢人的热巴 似乎也在嘲笑自己太傻了 隔着口罩都能感觉到她的无奈 我是谁 我在哪儿 只要我穿得够快就没有人看见我 随即她落荒而逃 只想火速逃离现场 实在是憨憨得太可爱了 这件事也引发网友的爆笑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要小兔了 这是啥迷糊美女呢 走着走着鞋就不听话了 鞋子是有自己的想法了 这一波操作可还行 不得不说 迪勒巴真的是个憨憨美女了 前几天在红毯还是高贵 妩媚的模样 结果画风突变 真的有杀掉内卫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而是无邪吗 其实 迪勒巴斯下里就没有什么架子 也没什么偶像包袱 在她之前参加的综艺奔跑吧里 也是状况百出 连喝牛奶都喷出一嘴 还被网友截图当表情包 参加活动的时候 鞋带开了 思考之下还是决定 把鞋带全部塞进鞋里 拍戏时过于好奇镜头 就把一整个头 全部伸进镜头里 真的是自主的对脸拍了 别看迪勒巴在综艺里 这么放松 但有时候 她的工作也会让她感到无语 在热巴第一次生日直播活动中 热巴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去年热巴29岁的生育 为了给自己庆祝生育 热巴也是颇费心思 和某平台的主办方 合作了一场线上直播 与粉丝们进行亲密互动 也算是很好的回馈粉丝们了 在这场活动中 还有着一个小插曲 引发不少粉丝们的关注 当时 热巴的身边有一个玩具猴子 作为好奇宝宝的她 顺手抢走了玩具猴子手上的香蕉 啊 真的非常符合热巴的性格 谁能想到 在香蕉被抢走之后 这个玩具猴开始闹腾了 直接哭了起来 而且还手无足蹈的 真的和小朋友一样 热巴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就像是犯了错的小朋友一样 直接僵在那儿了 看着越哭越起劲的玩具猴 迪勒巴内心OS 估计这只猴子疯了 内心更是不知所措 看着场面有些失控 工作人员询问热巴 要不要安抚一下玩具猴 没想到下一秒 耿直的迪勒巴 直接用手摁住了玩具猴的头 自己还一脸委屈的说 好像更难受了 可小猴子还在乱叫 没办法的热巴 只好将香蕉还给了小猴子 嘴里还一直念叨着 天哪天哪 看着全程下来无助的热巴 大家有没有被他那小表情 给可爱到了呢 简直就像两个孩子在闹 场面莫名喜感 还有前段时间 迪热巴在出席某个活动直播的时候 要给海报签名 但是他以为是有两张海报 粘在一起了 所以下意识地用手指沾口水去翻页 动作娴熟到像极了 鼠前时候的老奶奶 旁边的工作人员 健壮贴心帮忙 他才尴尬地笑了一下 神情像极了一个做错事的小孩 这一幕也被眼尖的网友 拍起来传到网上 很快就上了热搜 果然人红了 干什么都能火 看到自家偶像这么接地气 网友的声音也是一边倒的 直呼热巴萌翻了 也太可爱了吧 不过也有人认为 特殊时期还是注意点为好 这样做多少有点不卫生 不过相比较而言 迪热巴虽然是活跃在一线的流量女星 但她可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的 也正是因为她如此真实 才会让观众更加喜欢这个单纯的姑娘 除了这些以外 迪热巴的那些杀雕行为还有很多 但要说迪热巴最想删除什么视频 小编觉得 这支豆浆之歌的舞蹈和歌曲 一定得排在首位 别看刚开始的热巴 一本正经地给自己报幕 她现实站得规规矩矩 腰板也挺得直直的 穿着拖鞋的脚 乘八字形分开 像是一个乖巧的学生 但终究是小编 见识有点少 报幕还没说完 迪热巴就热情地表演起来 边唱边跳十分活泼 歌子唱的是 我爱豆浆豆浆爱我 豆浆面前牛奶算什么 热巴前面说了 这是她的原创歌曲 此都是自己有感而发的 跳舞的过程中 迪热巴忽然转过身 屁股对着镜头 手向上拍着动作 双腿成O型腿的形状 快速晃动着 屁股也扭动着 远远看去就像一只大黑熊 特别搞笑 最后唱完了 迪热巴又恢复了 一开始的乖巧站姿 还给观众们锯了一个弓 真是有模有样的 热巴这脑洞也是真的让人佩服 因为喝了豆浆整个人立马变得元气满满 竟然想到一首这么元气满满的歌 热巴真的是太牛了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 这两年热巴的性格确实变了一些 还记得刚拿下金银奖那阵 她被全网骂水后 虽然红毯上依然造型亮丽 但是面对节目走的走心提问时 她会偶尔流露出慌张又落寞的神色 离开了镜头的生活 基本完全没有情调可言 没有房子 没有固定的住所 整整九年时间都住在酒店里 穿酒店的拖鞋 用随手买的洗发水 等到活动之后 工作人员都离开了 她像是大梦一场的工具人 还要自己默默在洗手 池边搓衣服 可现在再看第六八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明显感受到 她整个人的状态欢乐很多 不仅抵于外界批评的心强了很多 也更愿意表达了 面对女演员胖瘦问题 她也会坚持做自己 除到这么久 唯一一次被质疑暴受 还是为了角色 因为星系与君出相识里 基云和这个人就是需要受 且经常被虐的 在拍戏的间隙 她也变得更爱闹一些 直到洋洋土味 把拍药剂的歪脚 这一段真的笑死了 一看平时刹雕视频 就没少看 如果说以前的第六八 只是五官优越 那么现在则感觉 她多了一种 意义生辉的美 果然女孩子 在勇敢表达自我时 那股自信 又带掉高傲的神情 最打动人啦 最后迪乐八 马上有新剧播出了 叫安乐传 让我们一起期待 她在剧里的表现吧 不知道你有没有 被热八圈粉呢